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英国政府11月16日宣布 因为国家安全下令一家已经完成并购和接管 位于威尔士的一家英国芯片制造厂 一年多的中资公司释出大部分的股权 此前 英国首相苏纳克原本要在G20期间 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 但这一会晤在最后一刻又被以形成冲突为由而取消 有分析指出 在遭到中共当局取消英中峰会后 英国立刻反击 正如英国首相苏纳克在G20上所指出的 中共是对英国经济安全最大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威胁 美国之音报道 由位于上海的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的 荷兰安市半导体公司 去年完成收购英国最大的芯片企业之一 纽波特芯片制造厂百分百的股权 并已经接手经营该厂超过一年时间 英国政府16日晚间发布消息 商业大臣格兰特·夏普斯已经发布命令 要求安市出售纽波特芯片制造厂至少86%的股权 以防止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美联社引述夏普斯的话说 任由安市公司开发纽波特的芯片厂 有可能破坏英国在这一领域的能力 据CNN报道 英国政府的最新决定反映出 西方国家对中共掌控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 越来越大的关切 德国政府上周也曾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一家中资公司收购德国一家芯片企业 而美国政府上个月更祭出 有史以来最严厉的 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和设备的管制措施 安市公司随后发表声明 对英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震惊 安市还在声明中称 公司不会从事导致潜在关切的活动 并让相关政府对纽波特厂拥有直接的控制和参与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本周在G20峰会上表示 中共是对我们经济安全最大的 以国家为基础的威胁 苏纳克原本要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 目前不得而知的是 取消英中峰会是否与英国决定阻止 中资公司并购接管英国芯片厂一事 提前走漏消息有关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克勒姆 16日特别强调 中共收集情报的广度与深度 不仅使用情报官员和网络黑客 而且还利用商人和学者 来窃取政府和商业信息 英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相当密切 但是近年来 由于双方在人权、香港 以及安全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和冲突 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北京在英国眼中 已经从一个密切的经贸伙伴 演变成对英国安全的一个威胁或挑战 今年一款新的25美分硬币在美国发行 它的正面是普通的乔治华盛顿像 背面是一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子 用鲜柔的手拖着下巴 这个女子是美国华裔影星黄柳霜 她也是第一个登上美元的亚裔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说的就是她的传奇人生 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一段记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G20峰会上交谈的视频 16日引爆国际舆论 有媒体称习近平教训了特鲁多 中共官方次日作出回应 称这很正常 不应该被理解为习近平批评或指责任何人 德国之声报道 中共外交部北京时间17日表示 习近平并没有批评特鲁多的意思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记者提问时称 两国领导人在G20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交谈 习近平对特鲁多说 否则结果不好说 并不是威胁 这很正常 不应该被理解为习近平批评或指责任何人 在16日开始 在网上迅速传播的一段视频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对特鲁多说 这不合适啊 习近平还说 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路透社报道称 习近平的不满可能是由于加拿大媒体援引总理府发布的消息称 特鲁多在15日会见习近平时 对中共涉嫌间谍活动和干涉加拿大选举提出了严重关切 据报道 在17日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到家中两位领导人被拍到的不同寻常的对话 毛宁回应称 习近平对特鲁多说 否则结果不好说 并不是威胁 因为两位领导人正在进行正常的交流 只是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据报道 有关视频在网上热传后 多个中国社交平台开始审查 特鲁多一词成为了敏感词 在微博上搜索特鲁多加拿大总理 甚至中国网民对特鲁多的昵称小土豆 仅可见机构和媒体发布的内容 在抖音和B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搜索结果 均被清理至事件发生前 共和党人11月16日 终于赢得了美国众议院的控制权 并赋予了保守派削弱拜登总统议程 以及引发一系列调查的筹码 但是微弱的多数也将给共和党的领袖们 带来直接挑战 并使该党的执政能力复杂化 美国之音报道 在中期选举一个多星期后 共和党人获得了将众议院 从民主党控制中夺回所需要的218个席位 共和党占多数的范围 可能还要几天或几周才能清楚 因为一些竞争性竞选的选票 仍在计算之中 不过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 远远低于共和党人此前的预测 报道指出 尽管共和党的表现不及预期 但该党依然拥有显著的权力 共和党人将控制一些关键委员会 使他们能够制定立法 并对拜登 他的家人和他的政府进行调查 尤其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交易 一些最保守的议员甚至提出了弹劾拜登的前景 尽管共和党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 实现这一目标要困难得多 此外 国会众议院提出的任何立法 都可能在参议院面临巨大的变数 因为民主党此前赢得了参议院最微弱的多数 目前两党都希望12月6日 在乔治亚州举行的参议院决选中 能够获得增加席位的最后机会 报道分析指出 由于共和党在众议院这样的微弱多数 也有可能会导致立法混乱的现象 这种动态本质上赋予了单个议员巨大的影响力 从而改变众议院的制程 当共和党人试图赢得 对一些必要通过的措施的支持时 可能会给共和党领导人带来特别棘手的情况 这些必须通过的措施包括 提供维持政府运作的拨款 或者提高债务上限等 与此同时 作为总统的拜登 他很清楚现在的共和党所构成的威胁 拜登已经表示 中期选举显示选民希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 找到以两党方式合作和治理的方法 拜登还表示 我不会以任何根本的方式改变任何事情 众议院需要在新国会议员宣示就职时 选出一位议长 通常是在1月3日 目前 下任议长的任何人选是 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凯文·麦卡锡 11月15日麦卡锡扫清了竞选下任议长的第一道障碍 大多数共和党人在党内投票中支持他 但他是否能够当选 仍面临考验 在此次中期选举前 麦卡锡就曾多次表示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他就将会在众议院 对中共发起一系列的调查 包括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 以及对中共窃取 美国知识产权的调查 另外 民主党在控制众议院时 对美国前总统川普发起的一系列调查 也可能会被赢得众议院的共和党取消掉 11月16日 中共政府情报官员徐延军因间谍罪 在美国被判处20年重刑 徐延军企图从辛吉纳提一家公司 窃取航空技术相关商业机密 他也是第一个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并判刑的中共情报官员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在新闻稿中表示 当天的判决表明了这些罪行的严重性 以及司法部调查和起诉中共政府 或任何外国势力威胁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决心 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国家安全部副处长徐延军 16日在美国辛辛纳提联邦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 徐延军于2018年在比利时被捕 其后被引渡至美国 徐延军在去年被判定犯有多项罪名 包括阴谋从事企业间谍活动 和企图窃取商业秘密 根据美联邦检察官的说法 徐延军以航空业发达的国家和美国公司为目标 窃取的信息包括美国的军事信息和航空商业机密 美司法部表示 徐延军向一名通用电器航空的员工 提供前往中国的行程 在中国一所大学做演讲 并要求提供关于设计和系统规格的详细信息 根据联邦检察官的说法 徐延军试图从通用电器航空公司 窃取一种独家的复合飞机发动机风扇模块 并招募法国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的内部人员 在他们的电脑植入恶意不满程序 以渗透到该制造商的网络中 除了徐延军外 另一名中共间谍季超群 也与稍早前的9月被定罪 他在芝加哥留学时 与徐延军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合作 检察官说徐延军曾指示 G超群收集人们的履历信息 以便有可能招募他们一起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宣判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宗案件只是中共当局 持续攻击美国经济安全的最新例子 好的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